如果有人克隆了你的声音 然后又打电话给你本人 应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吧 如果有人克隆了你的声音 然后又打电话给你本人 应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吧 我相信刚刚听到前面两段语音的朋友 能立刻分辨出 哪一段是机器的声音 哪一段是老张我本人的声音 那段机器声充满了机器钢铁味 但是它的音色还是令我惊奇 里面可以很明显的听到我的声音特征 毕竟创建这个声音模型 说话了20分钟 今天我们聊聊自定义声音模型那些事 我想大家都听到过来自志玲姐姐 小月月 郭老师的语音导航吧 这些声音并不是真的由他们本人 一点点录音录出来的 而是通过采集他们的声音 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形成了一个声音模型 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个声音模型 自定义的说话了 话说这年头名人的声音都有版权了 都能赚钱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 说的都是累 目前主流的互联网公司 都有自己的自定义声音模型服务 但是我个人认为 目前做的最好的就是微软 微软azier 也就是所谓的微软云 它的语音合成技术 覆盖的语言最多 而且将中文和英文 作为重点开发项目 其他的例如谷歌亚马逊等 目前对中文的支持都不是太好 就国内大厂来说 阿里腾讯百度 我认为目前阿里在这块做的最好 当然还有深耕多年语音技术的 柯达逊飞 所以我们看到中文市场上 绝大部分提供文字转语音的APP 不管它的发音库有多强大 基本上用的都是微软阿里 柯达逊飞的服务 刚才说了那么多关于大公司 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空话后 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普通人 如何克隆自己的声音 制作自己的声音模型 目前微软和柯达逊飞的 自定义声音模型服务价格很高 另外对个人用户的使用都做了限制 基本上只对企业用户开放 这是因为声音克隆的法律风险太高 我的理解是一旦开放 这等于给电信诈骗行业 指明了一条新的发财路 还有各种各样的侵权问题 所以个人还可以使用 且免费的自定义声音模型服务 就剩下了阿里云一家 首先我们来到阿里云的官方网站 注册登录 然后找到智能语音交互 点击个性化人生定制 接着免费开通服务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 接着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窗口 用手机扫描进入页面 根据提示录制20句文本 如果你想让最终生成的声音模型 相对逼真的话 建议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 使用耳麦录制 录制好后 等待大概20分钟 到后台进行继续学习 然后你自己的声音模型就生成了 利用这个声音模型 输出任何的文字 就能生成你的克隆声音了